大家好我是Brent 那我現在是V7這邊帶SRE團隊的主管 今天主要是來分享我們最近在GKE的Cluster 因為我們整個Global的Background都是放在同一個GKE裡面 所以這個量也蠻大的 那就是希望分享一下然後大家之後遇到的時候可以先想到一些我們遇過的問題 那就像剛剛主持人說的過程中有任何問題都可以舉手發問 那應該會有小禮物 如果問題的話 所以今天大概會講這一些啦就是說 不免俗的就是我又沒交過V7 Live怎麼知道我們怎麼用 所以可能會簡單講一下我們現在的Background的架構 那再來就是一些背景啦 因為可能有一些事情所以我們突然才遇到那麼多問題 以及說我等一下會講到的一些問題點 比方說 呃... GKE的網路的東西 或者是Kubernetes的Limit 然後我們日常圍運的一些Finding這樣子 對 好 那剛剛有稍微自我介紹 我現在是在V7 Live帶SRE團隊 那就是 有一些證照 CK GCP AWS 然後 貓跟狗是湊 湊數字的啦 對 然後現在也在GDG Cloud 來幫忙做志工 那平常有在一個GCP的Line Group 經營這樣子 然後 就是 被集合也是蠻 我覺得是蠻值得寫上來的 因為真的很累 呵呵呵 對 好 那 雖然說是採雷呢 但是不是說GCP真的爛 對不對 呵呵呵 需要先講一下 呵呵呵 對 就是說 也許 也許你們的量沒有那麼大 或者是也許你們的 後端不會全部塞在一個Cluster裡面 所以不一定會遇到 跟我們一模一樣的問題 那也許說 欸 你們可能不是這樣子寫的 那也不一定會遇到今天講的問題 因為有一些狀況我們跟 不管是跟原廠或是代理商討論 其實他們都覺得 欸 這個好像 很少聽到 呵呵呵 對 OK 所以 就像我剛剛講的啦 就是 希望大家 之後遇到這一次的問題 都可以想到 之前有人 分享過這件事情 然後就不用再自己去花時間研究 好 這個應該大家看得懂齁 呵呵呵 呵呵 呵呵 好 這個 這個就稍微硬了一點 欸 其實這個是我們最近的這個架構圖 不知道有沒有看過我們一期的 以前的一個介紹 講我們後端的架構 呵呵 這個是我們目前現在的架構圖 那 簡單來說呢 我們一期APP 會call backend API 那 API會進到 然後 我這個 阿卡買這邊 做第一層的WAF跟CDN 那 再來就是 因為我們剛剛說 全部都放在GKE cluster上面 所以我們就用GCP的Ingress 就是 GCP的Lobelancer 這邊比較小一點 那 Lobelancer後面 我們自己做了一個 類似API Gateway的 的 的 後端服務 就是上面寫的GrossParsi 基本上 筆記我都幫各位寫好 寫在Style上面 呵呵 那 這邊太多Domain 我就不一一細講 就是我們 我們現在是 把各個後端服務 根據它服務的Domain 去拆 去拆分 不然我們以前是只有一個 應該是叫GoAPI 所以現在一個一個拆分 這邊就不細講了 就是 簡單來說 就是我們的架構 阿康海進來 GCP的Ingress Lobelancer 然後搭一個API Gateway 那 後面這一段 就是我們的 Begang 業務邏輯 那 有一些Walker的部分 就是 中間用了PubSub 去做一些非同步的處理 所以 有一些Request 它不用那麼快的 去要 Response 我們可以放著 然後讓它自己去處理掉 這個是我們的Walker 好 那 比較特別的是 我們 有用etcd etcd 大家認知 應該都是跟Kubernetes 比較有關係嘛 但是我們的etcd呢 是可以用來 動態的調整 我們的 API的行為模式 我不用重新上版 我只要 去改 去改那個 我們有一個 呃 我們有Config 的Repl 只要改完之後 Jenkins聽到有變更 他就會把它推到etcd上面 那推上去 只要 這些後端服務 的Walker 聽到有變更 他們全部都 全部都更新了 對 這我覺得是蠻好的一個地方 那 再來就是 我們 有用Radis 跟Mongo 都是原廠的服務 這邊有沒有什麼 想要問的 賺點小獎品 欸 給我一舉手 欸 這個 看這個 風波 剛剛可能沒聽到 但是 Reverse Proxy 這部分 好像 不知道為什麼要開發自己的API Gateway 好 直接那支用嗎 放在那邊給你好 不好意思 好 剛剛他問的是為什麼我們需要自己開發這個API Gateway 對 呃 因為我到這邊才一年多 進來的時候就有 那 但是 對 但是這個不是要迴避問題的意思 就是說 我有考古的習慣 所以我知道為什麼他會 會多這個東西 欸 因為 這個是因為 我們以前的 我們以前的 背景API是用Node這些子寫 然後 我們後來這一堆阿 全部都換成用Golan 那 它這個東西呢 它其實可以去 兼容以前的這個API 跟現在的 Golan的API 還有做一層的這個 轉導 以及這個 我記得是Response的 全縫 對 然後再來就是 呃 我那時候跟 後端團隊討論 因為我是SI團隊嘛 就是跟 後端團隊比較緊密 但是也不是第一線去開發的人 那 討論的情形是 他們也是 呃 想要做這樣子的 開發的一個嘗試 所以 除了這個之外呢 其實很多阿 像 API Gateway該有的功能 什麼 ReadyMeter阿 然後 Swattling阿 然後 什麼 各式各樣的功能 我們可以 我們可以動態的調整 它 什麼路徑要去哪裡 然後非常快的生效 因為 GCP的Response我們都知道 它生效要十幾分鐘 嘛 它是Global的服務 對 所以 不知道這樣有沒有回答到你的問題 還是你覺得 需要更多的資訊 不知道是那個 我 親自採訪你 該該會的那個 做一份 但是 反正就是 他就是 要進入這個 去 選擇 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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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清楚了吧 對 他剛剛說的就是不知道為什麼 需要再多這個東西啦 對 所以基本上 我覺得最主要就是剛剛說的 那個 NodeJS跟 Golan這個過渡期 再做 再做相容性的一個 算是中間鍵吧 對 好 那 有沒有其他想要提問的 好 沒有 就繼續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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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不知道 沒問題 呵呵 但基本上呢 我們的這個 產品 營運團隊 跟我們說這個 預期的人數非常的大 所以 大到 我們那時候 當下 是覺得 我們現在的環境根本撐不住啊 呵呵 對 所以 所以 所以我們搞了一個 我們跟QA 一起做了1比1的壓力測試 什麼叫1比1 就是 你今天預估多少人 我們就是壓多少人 呵呵 然後看我們的系統 能不能撐得住 那 如果我們壓車都撐不住了 那到時候活動一定 一定出問題啊 對 而且 呃 這個其實在日本是要買票 這個活動 但是 就是我們只要 創帳號 我們創帳號不用錢 順便工商一下 呵呵呵 對 我們創帳號不用錢 然後你也不用飛去日本 你直接可以看 現場的表演 對 我那時候也有看就是 DJ真的蠻厲害的 好 OK 這邊太多業務了 相關了 反正重點就是 我們是用1比1的壓測去測 然後這個量級是我們真的覺得 當時是覺得不太可能做到的 對 對 好 所以 重點來了 我們的音賽 呃 有沒有人大概知道 RAWBASS GKE Cluster是什麼 可以舉個手就好 沒有 沒有 OK 呃 好 這個是 呃 因為我們一期很早就用GKE了 所以 早期的GKE Cluster其實就是RAWBASS的 那 其實之前也有跟GKEP討論過就是 現在應該很少的在用 但是呢 如果你是用 呃 Telephone 或者是Google的API 建立Cluster的時候 有可能不小心會建立到這種 好 好 那 這種Cluster的特性是什麼 就是 它只要建立一個 GKE Note 它都會搭配一個 專用的路由 那 這其實沒有什麼 沒什麼問題啊 但是呢 那 大家應該都知道 GKEP有Quota的概念 就是它會限制說 每一個User 理論上 應該 在多少用量以下 那 其實Quota 倒是還好 因為Quota它是可以申請 調高的 但是我們遇到的狀況是 已經 預設300條 我們已經調到1200 然後 Suppose說 沒辦法再往上了 所以我們 我們 我們勢必要把 為了剛剛那個大活動 我們勢必要把這個 這個架構也換掉 那 我們的架構是什麼 就是 Backend Cluster 通過VPC Peering 那 Peering的時候呢 有特別設定一個叫 Explore Custom Route 這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 我們GKEP在建VPC Peering的時候 它預設只會把那些 VPC相關的 預設的路由 換過去 所以 如果沒有 沒有做這個的話 那我們 對接的Radis那邊 其實看不到 我們GKE的VM 因為 我每一台VM都搭配一個 靜態路由 靜態路由 預設VPC Peering 是不會去換它的 所以 這是為什麼我們要做這件事 那 對於各位來說呢 你只要 未來 你的VPC 有用到VPC Peering 然後 Explore Custom Route 的時候呢 不管另外一邊是Radis 還是什麼鬼 反正就是另外一個VPC 那 這邊 所交換的路由數量 就要特別注意 然後我們 實測出來 這個是文件上寫 300條 那我們實測出來的 最高的Limit 就是1200 那再高 GDP也不會讓你申請 他說 你這個不符合 我們一般的使用場景 對 就是 QuotaE 瞬間申請成Limit 然後就沒有 沒有解了 這邊有沒有什麼 任何想要問的 哇 已經一半的時間了 好 沒有的話 我就先往下 所以基本上這個圖 就是說 也是解釋上面這個 這個文字啦 就是說 每一台VM 它在長出來的時候 它可能會因為 Auto Scaling 嘛 長機器 長機器的時候 它就會搭配一個 專用的 靜態路由 對 那 怎麼樣爆炸 就是這樣爆炸 我們的機器 這個是GKE的Node的List 那 它機器都長出來囉 可是全部都 沒有網路連線 然後 底下這個是 呃 Kubernetes看到 他會去 他會去檢查每個Node的健康狀態嘛 那 它就會跟你說 喔 你這個網路 不是Ready的 所以 你的Pi也不會 也不會被編排上去 然後 我們還是要付錢 因為你的機器已經 開機了 而且還開那麼多台 哈哈哈哈 對 好 DETAIL呢 如果你點進去Node 去看它的Event 就會看到LOG 它說什麼 不能無法建立路由 給一個Node 什麼名字 然後 多少秒後 好 其實就是 原因是什麼 就是 CTRAWD 達到那個Limit 300 截圖的時候是300 那我們剛剛也說過嘛 最高就是1200 所以 那 這件事呢 我們後來有 有 有申請到賠款 就是 前提是 你要可以算得出來 那時候 你大概 開了幾台 這邊 這邊有 這邊有 7台吧 其實這個列表 應該是不只啦 對 然後7台去算 那 這應該是 可能是N1 Standard 8 所以你就要先把你 預計的 花費 算出來 然後 Google BD support 才知道 我要推多少錢給你 但是 這個也是要額外的時間嘛 有可能工作很忙 就算 這一筆 就 讓他去 不過這個就看公司 因為 有些公司對這個 費用很 很敏感 或者是部門對這個 費用很敏感的話 那就是 那就是 有這個機會 就可以追回他的 因為 我們 開的機器 不能用啊 對啊 好 那 剛剛那邊有沒有什麼問題 要先問的 沒有的話 就是 跳了 喔 有兩位 我想 我想詢問的是 就是 我們 像我們之前也有遇過 就是 Node數 太多的問題 然後 我們後來是 就直接把 Node的 Spec加大 然後變成數量比較少 每個Node 比較大這樣 你們當時有考慮嗎 可是 因為我看你們開的Spec 其實算小的 有 其實我們也有考慮 其實 怎麼講 我們兩個都有做 就是 我現在講的這個重點是 Network的架構換 那 它不支援直接 更改 所以我們直接 新創一個Cluster 把東西全部搬過去 但是同時呢 我們 規格也放大兩倍 對 就像你說的一樣 其實這件事情 有一個很基本的 做法 就是 我把 我把這個 VN的數量 減少就好了 對 這個是你的 也是你的意思 對吧 所以我們兩個都做 因為 一個是 這一個架構 對GDP來說 也是很久 很少人在用 那 我 現在想不起來 那時候還有什麼其他的問題 但印象中是有其他的問題 因為 少人用 他們可能QA測的方式 就不會用這個架構來測 OK 好 剛剛還有一位要問問題 對不對 對 他後面嗎 嗯 其實我也可以不用麥克風 喔 大聲這樣夠大聲的 對 只要是 呃 Redness Enterprise 那個話是 放在那個 GKE裡面嗎 呃 不是GKE 是那個GCP裡面 Redness Enterprise 是在那個 是 反正是不是 External的部分 可是他們是一般 喔 所以 那為什麼還有VVC period 那不是直接走官網嗎 喔 因為你是要去走官網 有點可怕 對啊 很貴啊 可是問題是 我有不曉得Redness Enterprise 這樣子的話 是怎麼走VVC的 喔 謝謝 呃 我們Redness Enterprise 是走內網 然後 Redness Enterprise 跟GCP的MemoryStore 是不一樣的 就是我們是要走 GCP Marketplace 然後去 啟用 Net Enterprise 那他會建立一個 他們自己的VPC 那 透過他這個介面 在 在跟我們的這個 V GCP的VPC 做一個 Peering的申請 呃 BGP 我不是很確定 但是 就基本上 你可以想像就是 他們會自己 控一個 GCP的Project 然後去建立一個 VPC Peering的申請 到我們的VPC上 呃 就等於是說 有點像是 你跟外面廠商 他們要VPC要聯動的時候 那一樣的申請流程 只是那個廠商變成 ReadyS 大概這樣子的感覺 好 那 時間的關係 我先把我的內容講完 然後最後 大家再來問問題 好嗎 呵呵 不好意思講太長了 好所以最後呢就是 欸不是最後啦 就是 呵呵呵 剛剛那個 insight的最後呢就是 我們把它變成VPC Native 所以剛剛說的 它不能夠 直接 更改這個網路設定 所以我們就是建一台 新的 Cluster 然後就是把內容改成VPC Native 那 那 介面上看到的可能就是什麼 然後 IP alias networking 所以 它把 原本 路由的部分 變成是一個 IP別名 直接掛在VPC上面 那當然這邊 還是有其他更好的好處 那我這邊強調的重點就是 我 我可忘掉剛剛的 quota或是limit的問題 那當然你還是會有 比方說VM CPU Memory Disk Size 然後 啊 其他的quota等等 你還是要去看 對 但我覺得這個應該是 比較難注意到的地方 好 再來就是 因為我們壓側 我們很直觀的就想說 OK 我就是用HPA去 調大我HPA的數量嘛 但是壓側的時候 我們發現了一個小小的問題 那這個背景也稍微講一下 就是 我們有自己做一個 pre-scaling的預熱機制 那他怎麼做 他其實就是 Kubernetes的空job 每分鐘跑 然後去查 去查 去查ETCD 我們寫這個 設定檔 時間是不是在這個範圍裡面 好 如果是的話 那我的HPA要控哪一個 那他的 minima的費卡要改到多少 這樣我們就不用 因為我們 呃 活動可能都是晚上 或是凌晨 那不可能 到教掌扣人員去做 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我只是 進去調HPA 然後就睡覺 呵呵呵 這樣 很莫名其妙 所以 我們很早就做好這個東西 然後 為什麼要 掛這個 紅框呢 這個 這個調整的時候 我們會打到 slag來 那會有這個訊息 那這個紅框就是指說 我們原本18台 我們直接把它長到1400台 那 紅框就是下一個的 下一個的原因之一 我們升到1000多台的時候 QPS 呃 請QA壓嘛 我們確定怕Ready了 然後 開始 開始壓側 壓側的時候發現 欸 為什麼突然QPS掉下來 然後 掉下來的時候我們去查發現 欸 我連 CubeAPI都連不上 對 但是 CubeAPI連不上其實還好 因為其實 WalkerNode都是活著 只是那時候沒辦法 碰到 那個classer的狀態 但是這QPS掉下來就很詭異啊 對 那 再來就是 GKE會 Auto Repair 這個就還好 當然就是有點詭異 那後來 找到原因是什麼 就是 簡單來說就是 Endpoint跟Endpoint Slide的問題 1.18之前 沒有Endpoint Slide的這個概念 所以 呃 我們那時候直接把它升到1400個part的時候 我們的 classer就一直掛 呵呵 對 不過這個還好是 測試環境 壓側環境 所以沒差 所以這個是要特別注意的部分 那底下有 當初support提供的這個文件 可以參考 就是 如果說 呃 你們的part真的會開到那麼大的量級 那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你們是不是 1.19 以上的版本 那盡量以1000 1000左右 我們剛剛測1400是可以啦 但是他也不是很建議就是 好 那 那 因為我剩五分鐘我會稍微快一點 呵呵 不好意思 對 那這個是我們後端團隊反應的就是說 為什麼連 Redis的時候 有時候會拿到這個神秘的 錯誤訊息 那 這個 這個其實是 Golan的那個 Net HTTP的 package 所以 他其實正常狀態是這樣顯示的 就是有IP跟Pol 然後 台帽 這應該很好理解 但是這個 沒有IP跟沒有Pol 到底是什麼意思 這查了 很久 那後來才發現 我們去查那個 那個package才知道說 他應該是去做那個DNS解析的就台帽了 嘿 那 GKE有一個 NodeLocalDNSCache的功能 理論上 是可以改善整體的DNS解析效能 但是我們實測是沒有改善 對 但是 所以我們後來最後是調了 KUBERDNS Autoscale了 就是讓他的KUBERDNS Part 長更多一點 可以去應付這麼大的query的量 那就OK 就是這樣 那 那 AutoHop grade的部分 嘿 嘿 這個真的是非常極端的案例 我只能這樣講 就是 我們遇過一個就是 container沒辦法這樣啟動 但是 他也不會離開 然後 那麼剛好他的 readiness跟 leveness part也沒有設定好 所以 我們從infra看 或是從KUBERDNS看 part是好的 但是 service實際是 壞掉的狀態 那 因為 AutoHop grade會一台一台 Node去換 所以他會把part趕走 然後趕走之後 全部趕完 那個服務就全部掛了 因為 他們都掛 但是 KUBERDNS認為他是ready的 的狀態 所以他也不會對他做任何事情 好 所以這是非常極端的狀態 但是 也是有可能會發生 只是說 呃 就是 希望大家不要以為 就是直接丟到KUBERNETIS 就 安心無事 他會一直 AutoHielding這樣子 的狀態 那 另外一個 層面來看 就是如果我們不起用的話 會有什麼狀況 會有什麼狀況 GKE的Master 永遠都會更新 我們不起用他還是會更新 我們只有兩個選擇 一個是Release Channel 或Static Version 但Static Version 它還是會有一段時間會去做更新 它沒有辦法直接訂版 那 我們已經有遇到一個狀況 就是 差太大 的時候 你的VM長起來 他們的KUBERNET 講的語言不一樣 然後就 找不到Worker Note 直接失聯 所以 這個 這個 Default Pool 它其實是有VM的喔 它其實是有VM在跑的 但是 從Master來看 它是0台 因為它根本連不到那幾個KUBERNET 所以它一直 一直在Auto Repair 修到永遠 也不會 也不會正常 所以 我們這邊實測就是 八個Miner的版本 會出世 那我記得KUBERNET 他們有一個文件 寫他們的 向下的相容性 大概是三個小版號 所以 對 這個應該是要注意的地方 這個應該是要注意的地方 好 不好意思 我趕快把我的內容幹完了 那 我們現在還剩餘多了時間 好 對 那就是 開放大的QA 我想詢問你們 就是 在壓冊這一塊 有什麼心得 就是 因為看起來你們壓冊 其實是 可以 符合實際 情況 就可以達到真實的那個loading這樣 壓冊的心得嗎 壓冊的心得嗎 其實我們那時候跟QA團隊測了很久 因為 因為你要壓到那麼大的量 其實你壓冊端也是 要看他的loading狀態 其實我們壓冊端也撞到一模一樣的問題 對 所以 一個是 壓冊的 壓冊的那個 步驟怎麼設計 那我們是用load cost的啦 所以他就會做 呃 一般使用者登入 進直播間 然後可能留言 看播送禮 相關 一般用戶會做的行為 然後他會隨機去分配 對 然後再來就是那個量級的部分 就變成是 我們要看 壓冊端那邊的loading 比方說他的CPU Memory跟 Node的數量是不是有問題 對 然後 呃 最後就是看 我們用這麼多人 壓出來的這個QPS 有沒有達到預期的水準 對 大概是這樣子 這樣有回答到你的問題嗎 好 謝謝 咦 剛剛是 你還要小禮物嗎 好 有沒有其他問題想要問的 還有兩個問題對不對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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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是我 沒有 好 沒有就謝謝大家 咦 還有一位 對 就是 剛才提到 的部分看不出來 它那個 Node有連線 對對對 剛剛他問的就是 我們剛剛舉例的那個服務嘛 他 從 Cubernetes上面看起來是 是完全正常 但我們其實服務已經掛了 那怎麼發現他的 因為那個服務剛好有掛勾到一些行為 那我們有發現那特定的行為是故障的 所以我們回去追來發現 他GG了 是這樣子 是這樣子推出來的 對 這樣有回答到你的問題嗎 那 那 處理的方式 當下是 對 我們有做直接重啟 因為 有先去試試看他能不能趕快先復原 那 好像有成功幾個 對 那後來是 針對就是 他啟動前的檢查 然後也請 呃 相關的團隊看能不能調整他的這個 呃 行為 這樣子 大概是這樣 謝謝 欸 還有一位 不好意思問題有點多 就是 剛剛提到有一個 就是一千part的限制嗎 我想 確認一下 那個東西是指說 K8S的ServiceObject 的LabelSelect 指的 指 就是他指向的notepad數量的限制嗎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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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謝謝 謝謝 好 那 三個QA的 名額已經用完了 那就謝謝各位參加今天的議程 好 謝謝 我們下一場是這個 1點40分喔 會有9plus的Daniel高幫我們講這個 Eink Browser 就是 Eink Browser 就是 電子閱讀書 閱讀器上面的瀏覽器 歡迎大家可以繼續留下來聽 好 請教你 請教師 請教師 這個是 請教師 請教師 要講Eink Browser嗎 嗯,好 OK 要幫我錄影嗎? 沒有,有 沒有,有 投影片要進去嗎? 有 一起好 對,然後 沒辦法控制 我剛剛可以啊 現在不行 喔,有了有了 然後 這是商家業,然後這是那個 前報,真的有一點 對 可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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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那我以為就是 對 對啊 對啊 我們 中魚 沒有,紅色有 沒有,綠色有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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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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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